嗨,小朋友,今天我们又要来写笔顺了 拿出你的笔顺本,拿好你的铅笔,还有你的橡皮擦 我们来开始写笔顺咯 我们先从火字旁开始 火字旁对不对 有个旁,所以呢,你要写在这个虚线的前面 这里哦 好,来,跟着文尼老师一起写 点,撇,撇,点 OK,我们写对一次哦 点,撇,撇,点 好,写完火字旁之后呢 我们要来写灯泡,灯泡 请问火字旁在哪里呢 对,在灯这里 OK,我们先从灯开始 我们一起来数数看它的笔画 1,2,3,4,5,6 我们要开始写灯了 我们要开始写灯了,要仔细看哦 点,撇,撇,点,横,竖,勾 好,我们写多,好,我们写多,好,我们写多一次哦 点,撇,撇,点,横,竖,勾 接下来呢,到泡,我们来数数看它的笔画 1,2,3,4,5,6,7,8 好,我们要写泡了 请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不熟吗 对,是三点水哦 我们现在来开始写泡 点,点,提,撇,横折,勾,横折,横,竖,竖,竖 OK 我们写多一次哦 点点提撇 横折勾 横折横 竖弯勾 小朋友 你们要注意哦 这里啊 它不是横哦 你不能写撇 横折勾 可是你把勾写成这个样子是错的哦 你要记得是横折勾 是要勾起来的哦 好 现在到十字旁 因为它有旁 所以要记得要写在虚线的前面这里哦 好 我们来一起写 撇 横撇 竖题 OK 我们写多一次哦 撇 横撇 竖题 好 写完了十字旁 我们现在要来写 饥饿 饥饿 饥饿两个字都有十字旁哦 我们来找找看在哪里 对 在这里 十字旁 来 我们先从饥饿的鸡开始 我们来数数看它的笔画 一 二 三 四 五 OK 我们要开始写 饥饿的饿的笔画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我们要来写饥饿的饿了 跟饥一样是从十字旁开始哦 撇 横撇 竖题 然后这是什么字 请问有人知道吗 对 是我 撇 横 竖钩 提 这是提哦 不是横哦 斜钩 撇 点 OK 我们写多一次哦 撇 横撇 竖提 撇 横 竖钩 提 斜钩 撇 点 好 亲爱的不要忘记这两张呢 都要写六个 写六个 然后这里要写完 每个星期都是一样的哦 OK 拜拜